來試一下,如果你想在行動裝置上用 你看一下上面,QR Code等你很久了,好嗎? 你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QR Code跑出來了 誒,自己掃自己的 別讓老師都控制我了 你會發現你的手機 它會幫我們打開什麼? 一個行動頁面 這個行動頁面就是各位看到的 你剛剛在互動網頁區看到的那個內容 有沒有 你就用你的手機控制它一下吧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了 有沒有手機上就有出現這個畫面 對不對 那因為它是本身就 這個頁面就具有行動 支援行動頁面 所以你在手機上看 就很正常 這樣有沒有成功 有齁 怎麼不小心就會用了 可是你不要忘記別人少了也會用 那如果各位你想要把你辛苦寫好的這個程式 這樣就很辛苦嘛 沒有啦齁 假設你這個程式你想要把它保留下來 我們現在因為用的是不用註冊的體驗版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右上角 右上角這裡有沒有一個鏈子 右上角有一個鏈子對不對 所以因為我們這個是網頁的嘛 你儲存下來有沒有沒有用 就是怎麼檔案然後定存沒有用 你要按這個鏈子 你按下鏈子之後呢 它會幫您的這個寫的這個程式碼 產生一個專屬的網址 所以下次你就打入那個網址 你就可以繼續編輯 可是它沒有存檔 所以你改變之後還必須要再產生一個 這樣有了解齁 這是用免費版本免註冊方式就可以 等於說你反正這個就留下來 萬一有需要用的時候 或者你在雲端的時候 你覺得我現在有想要加入WebDuno 正式一點的行列了 你想要到雲端去 也可以把這個網址 也就是你曾經寫過的內容 直接匯到裡面去 這樣也可以 這樣就不用再寫一次 因為假如翻譯沒有你的嘛 這樣了解齁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你看我按一下 有沒有產生一個專屬的網址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 你沒有辦法複製 蛤?沒有辦法複製叫我來 不是啦 因為你在這裡不能複製 你按確定之後 上面這個才可以複製 動要方塊那個是不能複製 你只能按確定 但是網址你可以複製 因為是一樣的東西 這樣OK 好齁 我先有一個發現 有些事情 那